中文字幕提供 過敏性敵言會說話不靈活 最後錯請作答等等 確定喔 反正輸就輸到底 姐妳知道這樣好了 為了甘肥就好了 好 來 來 到不然就5比5 好 正確答案是X 恭喜蟲童哥 好 好 這個手段就有夠 太可憐了 來公布一下 這個階段的成績 目前蟲童哥他們是6分 佩蓁是4分 所以是6比4 蟲童哥贏 這個時候麻煩 可蘭獻上我們的精力湯囉 對 順便介紹一下今天精力湯的菜單 好 今天精力湯的菜單呢 有我們的 木耳 木耳好酷喔 木耳好酷喔 還有我們的白蘿蔔 好 很清甜 很清甜 那個生的打起來很澀的 還有我們的黑那個碗刀 好 健康 冰 等一下 他會影響講話啦 會影響講話 還有那個 沒有 可以改答案 這麼健康 中間也想喝了 他也想喝了 你想喝嗎 你想喝我可以挪到一杯給你 沒關係 我跟你講 好 贏的可以吃到詹姆式的菜 對啊 對啊 精力湯我們到外面 都很難喝 對啊 到果汁攤就有的喝了 對啊 而且是金鐘廚師 對啊 對不對 划算 金鐘廚師做的菜 對不對 外頭輸到了 因為你也很忙 對啊 好 我們的精力湯完成了 YA 多好 多好的精力湯 看起來很像奇異果汁喔 對啊 顏色很漂亮 絕對一定沒問題的 炒東西了 沒有加鹽巴沒有加糖 什麼都沒加 所以這個功能是真的對鼻子好 對對對 我們任何的食材都是對鼻子好 那當然味道沒有做任何調整 原汁原味 對 原汁原味的 謝謝 而且是上耶 對啊 要點我嗎 要乾杯 要蹦一下嗎 蹦一下好不好 亞歇啦 我覺得也對啦 你們喝這個是下腿的杯子 對啊 好豪邁喔 再一杯要不要 續杯 鹽巴 鹽巴這邊 因為白蘿蔔這樣吃是不是 有點辣 但是其實不難吃 可是我覺得 好 我們想看看他們的神情 很茫啊 怎樣 對啊 等一下 快點 很辣 那邊有人送腿上來 快 快快 欸 好啦 沒有啦 給你喝 可以喝 我沒喝啊 好 跟你們講 好 我們剛剛 你合魂還給人家 好啦 我們剛剛的八個裡面 裡面只有兩項是沒有過敏 不是過敏性鼻炎的症狀 其他全部都是 這邊有鼻子搔癢啦 冒黑眼圈啦 眼睛紅腫啦 鼻涕倒流啦 呼吸困難無法入罪 這邊總共有六項 有超過三項的情緒症狀 有啊 天天都有 哇 那所以三位應該都有一點過敏性鼻炎 有過敏性鼻炎 沒有欸 真的喔 好幸福喔 我覺得我鼻炎 我以為是有鼻音就可以來啊 講到很好 沒有 我講到有一點鼻音 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可不可以知道 我一直在做我都沒有啊 你可不可以知道是產後憂鬱症 還有那個肌力減退 然後更年期你再來 更年期是你 所以剛剛鼻子搔癢也沒了 沒有啊 也沒有 對啊 我臉是有點腫的 很厲害 臉不腫不在這裡面 因為汁比較棒 不腫腫 所以 醜會有過敏性鼻炎嗎 我才厲害了 怎麼嚴重吧 鼻子搔癢我有 然後 黑眼圈我還好 但是你看我其實眼睛 像今天天氣突然轉涼 我眼睛是有一點紅腫 有一點紅腫 對 然後鼻涕倒流就不用說 我幾乎常常都在呼吸困難 那你剛剛那天還答錯 呼吸困難 對啊 因為我常覺得 一邊會摔住 我是過敏性鼻炎到什麼程度 我是因為發炎腫大對不對 對 然後慢慢有消了 然後在腫大消了 然後腫大它就過來慢慢腫久了 它不消了 然後最後我腫在那邊 我鼻夾腫大開過兩次刀 哇塞 很面重 那個開刀 現在是雷射啊 以前那個是要人命的 你相信嗎 以前我最早開刀是怎樣 拿那個鉗子把鼻孔撐開 你知道 因為我們是需要撐開 也許Pong開刀它就 對 慢慢變這樣這樣 放棄別人 我們這樣撐開 然後進去這樣 用鑷子把它夾 夾斷就好 然後還有更深的地方 你知道怎麼弄 它是用那個鑿子 然後鐵水這樣敲 然後我就坐在一個 像那個有一個靠背的椅子上 它這邊就捧著一頭雪 一頭穴子 它就一直盪盪盪 雪就這樣一直流 然後你知道嗎 我這樣盪盪盪 我說我好厲害 都不會痛你知道嗎 對啊 其實是打了麻藥 就這樣一直強烈的撞擊 把那個東西卡卡剪斷什麼 那都是軟骨組織你知道嗎 一出這個手術房 麻藥一退的時候 我是等人 然後不能動 走路都不能動 然後他前面說 先生你要不要坐人影 我說好爽好假幹嘛坐人影 他說 學生你不用坐人影 我用 我就坐人影 就推回去病房 好可怕 這樣拆了兩次刀 然後走得跟豬頭一樣 然後鼻子一個鼻孔裡面 可以塞 大概六條棉條 那棉條都這麼長這麼粗 從這裡塞到這裡了 這麼後面 我不騙你就是 因為它是通的 它最後在抽那個 抽那個棉條的時候 一抽出來你感覺 每一條都是從尾椎 透全身的 欸怎麼抽這麼多 抽不完 鼻箱裡面可以塞好多東西 所以潘老師 我們這個過敏性鼻子 這些東西都是完全症狀 是這樣 是對的嗎 它症狀每個人是或多或少 就這些都是症狀 當然有兩個其中不是 就是臉部的水腫 跟說話是不會 其他是大概有的都有 有的是部分有 就看它嚴重的程度 但是就是說它基本上來講 就是它的這個鼻黏膜 非常的敏感 對 就是它 現在在癢 但待會兒我們會有考題 就是對哪些東西敏感 我現在先不講 好 但是呢對這些東西敏感之後 它會以為這是一個壞分子 那所以因此它的免疫系統會 會過來要吞掉這些壞分子 那這時候就會造成那個 血管的膨脹 因為我們的這些免疫球體 要能夠進來收拾壞分子的時候 必須先通知血管膨脹 血管膨脹以後 它們才能夠出來 不然它鎖在血管裡面不能夠殺敵 它會以後出來 所以它先把門打開 但是當你把血管一膨脹的時候 鼻黏膜就腫起來了 鼻黏膜一腫 它比如說原來的這個鼻道有這麼寬 一腫起來變這麼小 所以就是因為黏膜腫變厚了 因為你那後頭的軟骨不會動 但是在軟骨外頭這個黏膜會變厚 變厚的話所以孔勁就變小 所以那時候就是鼻塞 所以那個就是它的那個發炎物質過來要求 那個血管膨脹 那血管一膨脹以後呢 除了免疫物質會出來之外 呼吸不順之外 它同時會開始滲水 因為為什麼 因為血管如果不擴張的時候 它那個水分不會滲出來 但是當它一擴張之後開始滲水 很容易滲水 因為變膨脹了 開始滲水 所以鼻涕就一直流 而這個鼻涕通常比較偏向於那種 非常稀 而且那個黏稠度很低的 因為那是剛流出來的那種血液中的水分 水水的 所以就像流水龍頭一樣類似那種 它不是像我們平常那種便利商店或是藥局 不是都有賣那種鼻液通嗎 但我以前有噴通 對 我每天都稀 然後還有包括那種日系的那種 就是一直壓鼻子那個常用好嗎 它現在是這樣 你要看它的成分 那如果說是 如果說是因為我們要 剛剛講過它是發炎以後才會腫脹 那你抗發炎的話 事實上是可以使用肋固醇 那這個 那但是大家聽到肋固醇好像很緊張 其實現在目前最好的 過敏性鼻炎預防的藥物就是肋固醇 而且是全世界公認副作用最少的一個藥物 所以它也不會成癮嗎 成癮性 不會都不會 因為肋固醇其實最嚴重的是口服大劑量 如果是局部給劑量都非常的低 對 所以那個不要太擔心 所以其實過敏性鼻炎最好用的還是 還是含有肋固醇的鼻噴劑 那是最安全的 但是千千萬萬不要用另外一個這個鼻噴劑 就是血管收縮劑 今天健康比一比的懲罰 是對鼻炎超有幫助的大蒜牛肉乳 面對如此恐怖的味道 吃東西忍不住發飆了 兩個字 兩個字 牛 張牌 張牌 買你個頭啦 幾個字 蝴蝶 蝴蝶 昆蟲 羽毛 橙蟲 灰塵 好厲害喔 你有混法嗎 兩個字 兩個字 喵 貓 兩個字 貓你個頭啦 除了蟑螂 灰塵 寵物 到底還有哪些日常生活裡的事物 會讓我們的鼻炎變得更嚴重呢 健康比比 要大家輕輕鬆鬆學到健康喔